Hello 各位亲爱的医护人员 你们好 我是志玲姐姐 大家辛苦了 志玲姐姐真情温暖的声音 带来疗愈人心的力量 红鼻子关怀小丑协会 与志玲姐姐慈善基金会 攜手拍摄为医护服务影片 并且透过视讯提供客制化的表演 希望就算因为疫情无法进入医院 也能够继续为医护人员及小朋友 带来欢笑与关怀 其实用视讯演出呢 当然跟真人演出有很大的不一样 但是其实它也有很多的优势 比如说呢 小丑们就可以玩很多荧幕上面的乐趣 比如说隔空船物啊 隔空发工啊等等等等 然后让小朋友感觉到 就是有一种荧幕上面魔幻的效果 然后我们也得到很多小朋友 以及家属的反应 就是说他们都觉得非常开心 然后很希望很快地能够再次预约 跟我们的小丑们一起玩 目前协会共有三十一位红鼻子医生 除了需要具备十八般舞异与即兴演出的能力 还需要具备专业的医学知识 了解病患的生理及心理状况 那我们每一位专业小丑医生呢 他们都必须要具备很多很多的专业的训练 除了艺术方面的课程之外 比如说小丑的角色的建立 挤心的能力 面具表演 墨具表演 音乐表演 他们也必须要具备一些专业的医学的知识 必须要知道他们在医院里面碰到的小朋友的 各种各样不同的生理的心理的状况 他们也必须要了解 小朋友从零岁到十八岁的身心发展的过程 知道怎么样跟每一个不同年龄层的小朋友互动 所以呢这是一个十分十分专业的一个工作 疫情期间不管是医护人员 病患或照顾者 心情都更加苦闷 协会也将持续提供服务 借由红鼻子医生的陪伴 将欢笑与温暖 带到医疗环境中 欢迎有需要的民众 向红鼻子关怀小丑协会预约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